我们开始介绍单面积的中断控制计算器 那么单面积的整个中断系统是受四个特殊功能计算器的控制 这个是单面积的中断系统结构C图 我们前面已经建成了介绍 那么它这里面有四个特殊功能计算器 都起什么作用呢 首先来看这个TCON 这个计算器是用于我们外部中断 以及两个电磁器中断的标志位 还有用于两个外部中断这个处罚方式的选择 具体含义我们在后面再介绍 第二个计算器是SCON SCON是跟这个窜口相关的 窜口相关的两个中断标志TI和RI 在这个SCON这个计算器里面 第三个是叫IE IE是叫中断允许计算器 它里面有六位跟中断允许相关的 五位是跟中断源相关的 有一个是总开关位 IE也就是中断允计算器 最后一个计算器叫IP IP是叫中断优先级计算器 它可以在里面设高或者低优先级 我们要了解就是整个中断系统 是受这么四个特殊功能计算器 今天控制的 下面呢我们就挨个来介绍 第一个叫TCON 它的这个字节例子是88H 那么它里面有这个六位跟标志 或者这个处罚方式相关 我们挨个来介绍 TFE TFE它的位例子是8FH 那么有位例子呢 代表它是单独的某一位 可以进行写或者读 就是当某一位是位可控的 对于TFE来说 它是T1的flag 就是T1的溢出中断请求标志位 这个溢出什么概念呢 假设这个T1是一个16位的一个计算器 那么它如果从连开始计数 从连计到2的16次翻 也就是65536的时候 计数器溢出 就会对这个TFE这一位之一 就是溢出的时候 由硬件对TFE之一 那么这一位如何进行牵连呢 它是在进行中断服务处 进到这个中断服务程序 会自动对这一位进行 自动给它清廉 当然也可以用软件来清廉 这是TFE 对于TFE这一位 它的功能跟TFE很类似 只不过它是T0的溢出中断请求标志位 这个功能与TFE类似 这个我们就不具体讲解了 这一位是IE1 这一位呢 使用于外部中断1的 这个中断请求标志位 IE0呢 使用于外部中断连的中断请求标志位 说到这里 我们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哎呀 这个我记不住啊 这个没关系 记不住没关系 大家只要理解 理解了以后呢 会查表 就是将来我们编程的时候 会查表 就是会查这个某一位的含义 然后呢 会知道它的这个进行 怎么进行读或者写 怎么进行这个制衣 怎么清廉就可以 还有两位 ITE和IT连 这两位是决定了外部中断的 这种处罚方式 是跳远处罚 还是电瓶处罚 具体含义呢 我们在这里去做讲解 这个是我们这个外部中断 进来以后 首先要经过一个跳远的 这个处罚方式的选择 ITE这一位是用来选择 外部中断一的这个处罚方式 是跳远处罚 还是电瓶处罚 那么由这个图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如果ITE等于零 它就选择了电瓶处罚方式 就是外部阴角如果是连 经过这个飞门以后是一 它是有效 就是这个电瓶是第一电瓶有效 电瓶有效 如果ITE这一位选择了一 那么它就选择了跳远处罚方式 那么这个跳远呢 是从高到低跳变有效 也就是副跳变有效 下面这一位 这个ITE连这一位 跟ITE的功能很类似 只不过它是外部中断连的 这个处罚方式选择位 那么TCON里面还有两位 叫TRE和T2连 这两位呢 是与中断系统无关的 是这个激素器的这个控制位 这里面不做讲解 再来看第二个特殊功能计程器 叫SCON 它的自己的例子是98H 这里面只有两位 是跟我们的这个中断标志相关的 这个比较简单 TI T是发送的意思 TI是创行口的这个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创行口每发送完一个字节 或者一帧这个创行数据以后 TI自动的会自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标志位必须有软件 就是进到中断服务程序里面以后 由软件来清廉 原因我一会再讲 RI是创行口的这个 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 当计算机的这个创行口 收到一个创行的数据帧 完整的数据帧以后 会让这个硬件 自动给这个RI自一 同样的这一位也必须在这个中断服务程序中 用指令对RI清廉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 我们的创行口是 是共用一个 是共用一个中断请求员 如果来了中断以后 他建了中断服务程序 他不知道是发送中断 还是请求中断 必须通过这个TI和RI来进行判断 是发送中断 还是接收中断 所以这一位必须有软件来清廉 如果自动清廉的话 我们的中断服务程序 就没法判断 他是发送中断 还是请求中断 所以这两位必须有软件来清廉 第三个计算器 叫中断允许计算器 IE Enable 它的这个字节例子是A8H A8H 这个比较简单 总共是六位 最高位 EA叫中断允许总开关位 这一位 如果给他那个 给他关闭的话 所有的中断就不会允许 所有的中断就不会允许 ES位呢 是创型口的这个中断允许位 ES ET1呢 是T1的这个溢出中断允许位 EX1是外部中断1的中断允许位 ET帘呢 是电子器 激动器 T帘的 溢出中断允许位 EX帘呢 是外部中断帘的中断允许位 对于所有这些位来说 帘 是不允许中断 E 是允许中断 这个也不需要大家去 仔细的去记 就是去会查表 大家用用就可以 会熟练的掌握这个东西 就是0101的一个控制 那么中断允许许计算器呢 前面我们讲结构的时候 已经讲到 它是一个两级的结构 第一级是每一个中断员 它有自己的这个中断允许位 后面呢 有一个总开关位 所以它是一个两级的一个结构 两级控制 无论是中断允许 还是中断不允许 都是一个两级的控制 那么对于某个中断员来说 如果两级里面的任何一位 不允许 那么这个中断 都不能见到CPU里面经验响应 就CPU都不会对这个中断经验响应 对吧 只要这两级里面任何一级 不允许 就不能见到这个中断服务程序里面 另外呢 如果想让这个中断请求 就是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那么两级 两级的允许 我们都需要打开 无论是自己的这个允许位 还有这个开关位 都需要打开 才能被允许 这个大家要清楚 那么如果想进行一个中断允许的编程的话 我们有两种方案 一种呢 是对这个具体的位进行位操作 也可以呢 对这个寄存器进行一个写操作 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如果允许片内两个电子器 寄存器中断 就是电子器允许中断 并禁止其他中断员的中断请求 那你来编写这个 对这个中断允许计算器的这个相应程序段 如果是用未操作命令的话 我们在第二章 第二章讲的 第二章和第三章讲的这个操作指令里面 有这么两个指令 Clear和SetB Clear是清廉 SetB是自1 我们把相应的这个 就不允许的位 ES EX连 EXE都清廉 禁止这些中断 然后ET连和ETE 是跟电子器相关的中断 我们允许自1 最后呢 打开这个总开关位 这样呢 就完成了我们对这个IE的这个操作 这个是位操作 用位操作指令 第二种呢 我们还可以用字节操作指令 利用Move 往IE里面写一个8AH 我们把这些位组合到一起 按照相应的例子组合到一起 就是8A 大家可以对照这个表格去看一下 是不是8A 所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位操作 一种是字节操作 最后一个计算器 是叫中断优先级计算器 这个计算器的字节例子呢 是叫B8H B8H 那么中断优先级呢 总共是五个 对吧 PS是创行口的这个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TE是T1的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XE是外部中断1的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然后PT连是T连的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X连呢 是外部中断连的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所有的位 1选为高优先级 0选为低优先级 那么既然有高有低 就存在一个是否允许中断嵌套的问题 中断允许嵌套的问题 在AT89S51这个单面级里面 它的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它有五个 对吧 有两个中断优先级 那么它是可以实现一个中断嵌套的 那么中断嵌套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如果CPU直线组程序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那么它就会进去 在执行这个中断请求的时候 在执行这个中断服务的时候 如果来了一个更高级的一个中断请求 它会在这个中断服务里面 这个跳出来 中止当前的这个中断运行 然后先去响应高优先级的中断 把高优先级的这个中断服务 执行完了以后 会返回来 把这个低级的这个中断 服务给它支线完 再跳回到主程序之前剩下的程序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两级的一个中断嵌套 对于中断嵌套来说 大家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低优先级的可以被高优先级的这个进行嵌套 或者或者是被打断 那么高优先级的呢中断 不能被低优先级的中断所打断 这是一个原则 第二个呢如果这两个优先级一样 同级的不能中断同级 这个大家要签署 就是低优先级可以被高优先级中断 高优先级呢不能被低优先级中断 同级呢也不能被同级中断 那么对于同级来说 它还有五个中断员 假设我们的中断员五个都设为同一个优先级 那么这五个中断员 他们的这个优先级是什么样的呢 那就取决于它的自然优先级 什么叫自然优先级呢 就取决于它的这个就是中断级别 中断路口粒子 外部中断员的这个路口粒子它是最小的 所以它的中断优先级在同级里面是最高的 创新口中断的这个路口粒子最大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优先级在同级里面是最低的 它有一个自然优先级 按照中断粒子的大小 中断粒子路口粒子越小 它的优先级越高